今天还有一些讯息都是对于乌克兰不好 4月份中国大陆取消了乌克兰进口的玉米订单 其实中国大陆最近取消了很多像是黄豆啊小麦啊玉米 当然主要其实是因为价格问题了 有5艘装载30万玉米的货船被聚在门外 那中方的理由是仓库满了 还有更便宜的选择 那另外一个很重要 是俄罗斯的一个沙波什尼科夫元帅号护卫舰 目前进到了地中海 那这一艘呢被认为是最危险的一艘护卫舰 因为它搭配有号告石超高音速飞弹 是俄罗斯最危险的这个海军舰处 那它进去之后呢 我们看到是不是声援伊朗的概念 来这个介大使您看一下 目前这个亚述旅拒绝增援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信号 亚述旅它是先有成先成立部队以后 最后被政府收入正规军的 所以它是先有部队 然后才变成政府军的 所以它的这个地位 当然不能说像这个俄罗斯的瓦格纳 可是呢 它也类似瓦格纳 它是有一个自主性的一个军事组织 所以它抗命的话 就跟瓦格纳会抗命差不多 性质差不多 可是这个亚述旅 你要论述它的背景 真的就是 这个网站上非常多 它是起家是什么起家的 是足球流氓 对 叫叫Hooligan嘛 好像英文有个叫Hooligan 因为这个乌克兰人很封球 很封这个足球 所以乌克兰的足球到各地去打争 这些足球流氓就跟到了 而且小勇善战 在都在街头 在伦敦 在巴黎打架都很有名的 然后非常凶狠的 那这些人呢 就自认为自己是 这个乌克兰精神的代表人 而且他们还有道德的使命感 他们曾经回到 回到乌克兰以后 这些人就跟这个黑社会 一样聚集在一起 他们还动用了很多私刑 他觉得这个政府太腐败 社会太腐败 结果呢 他们比如说 跑到这些年轻人的夜店 就是这些亚述营的前身 就把夜店砸了 说你们这些小孩子 都不好念书 怎么可以在这边 在这边游荡 深夜的回家睡觉去 然后有一些这些不好的行业 他们也是这样 成立自己直接去把它怎么样 就砸掉 道德警察 道德警察 所以他就认为 他们是代表这个 然后他们就 又受到了 有人说啦 受到了这个 国外的一些力量的重视 然后培养他们 然后他们办很多怎么样 跟世界各国的 极右团体的一个怎么样 一个连结 所以然后他们用的标志 又接近就是纳粹的标志 是纳粹标志 所以美国曾经有一些 极右团体的人 也受到亚述营的这些活动 去参加 结果后来美国国会有议员 提出来说亚述营是属于极端恐怖组织 应该要禁止美国的人民跟他往来 所以他背景是这样 那在俄乌战争开打以后呢 事实上呢 他们就在怎么样 因为乌克兰的内部有很多亲俄的 那事实上他们在刚开始 也反对乌克兰政府 跟俄罗斯的这个完全的敌对 所以他们也有一些活动 那亚述营就扮演一个怎么样 黑熊部队的角色 就怎么样 就事实上产生了很多暴力的杀人事件 最大的一次在奥德萨 一次一个反政府的示威结束以后 有一群应该就是亚述人 把他们赶到一个大楼里面去 包围以后一起赶到大楼以后 然后就放火 烧死了几十个人 那这个事情 可是当时那时候乌克兰的中央政府 已经变成什么 名气可用 就跟这些义和团一样 就开始要扶植他们这些 然后呢 让他们成立武装 也把他们送到当时的乌东的边界 那么在乌东的边界的时候呢 他们也参与了战斗 那参与了战斗以后呢 产生了很多涂害当地老百姓的case 有一个法国的女记者 追了这个新闻追了两年 很多被亚述营处以私刑的 这些所谓的不忠于乌克兰的这些 讲俄罗斯语的这些活跃分子 都被亚述营私底下活埋镇压 对 介大使讲这个背景 大家就更清楚的 那你再看待这个新闻 连这个亚述履线都两度抗命 对 他后来就是因为 他本来是政府一个灰色的军队 就比如说像我们现在 在从事军事活动的 比如说可是还没有正式成为军队番号 还没有上战场的 比如像黑熊部队这样 可是他情势一乱以后呢 政府就给予他一些更大的活动空间 然后他在战场上他也很管用 因为你这个战斗人员 你没有办法对这些所谓的这种 自己不忠于国家的 他们认为不忠于国家的国民 下狠手 可是亚述营就干这种事 那后来就变成 收编了成为正式的战斗部队 那这些人有些是地痞 有些是流氓 有些是监狱放出来的犯罪 就喜欢好勇斗狠的 那他们的战力是不错的 所以在这个玛利乌波尔的时候 就是亚述营的部队 那个时候已经有正规军下去 带着他们这个亚述营 那所以亚述营就 事实上在过程中 就2014年开打以后 事实上乌克兰政府最后 就同意让亚述营 这样子的一个恶名昭彰部队 成为乌克兰正式的军队的一支 可是那问题 他的整个体系是自己发展出来的 所以他在必要的时候 他基本上我觉得他就不听 从中央政府命令 这是很正常的 打到第三年 真的已经打到整个崩溃的一个概念 那当然相对的俄罗斯空出手来 所以这一次我们看到 在伊朗的这个动手的过程当中 第一个不是在中东看到 这个俄罗斯的萨尔玛特 这个导弹飞过吗 那另外一个你看到 这个海上的动作也很大 这就是挺伊朗来着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 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 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新 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 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 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 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